肛肠科检查,为什么总要用手指摸肛门? 有四大意义,在一间安静的医疗室内,一位中年男性患者面带忧虑地坐在检查床边,他的担心显而易见。 这位患者名叫张先生,50岁,近期因为经历持续的肛门不适而来到医院寻求帮助,面对即将进行的肛门止检。 他的不安心情显然是由于对这种检查方式的误解和陌生感,医生温和地解释了这一检查的必要性,并详细讲述了他的重要性以及可能揭示的健康信息。 这一场景是肛肠科日常工作中的常态,尽管许多人对肛门止检持有一律,认为其尴尬且不必要,但实际上这种简单的检查方法却有着不可替代的诊断价值, 正是通过这种直接而有效的方式。 医生能够及早发现潜在的大肠、直肠或肛门问题,如早期肿瘤、炎症或其他结构异常。 肛肠科检查的基本知识,你的健康从这里开始。 肛肠科专业主要涉及大肠、直肠和肛门的疾病。 这些疾病可能包括但不限于痔疮、肛裂、直肠脱垂、肠炎和直肠癌。 由于这些部位的症状往往被忽视或休于提及,许多病症在被发现时已步入中晚期。 因此,早期诊断和定期检查显得尤为重要。 肛肠科的检查方法多样。 从最简单的视觉检查和手指检查到更为复杂的内窥镜检查和影像学检查。 其中,肛门直检是最基本也是最初级的检查方式。 这一方法的直接性和简便性使其成为初诊阶段不可或缺的一环。 肛门直检虽然看似简单, 却可以提供大量关于肛门和直肠健康状况的信息。 通过这一检查, 医生能够评估肛门扩约肌的弹性和功能, 触摸到可能存在的病变如肿块或异常组织, 并根据触感和患者的反应初步判断疾病的类型和严重程度。 此外,肛门直检也是评估直肠前列腺状况的重要手段, 尤其是在男性中。 通过这种方法, 医生可以感觉到前列腺的大小、形态和质地, 及时发现可能的异常如前列腺增生或癌变。 手指检查的四大意义, 为何这一检疫方法至关重要? 一、扩约肌功能的精确评估。 在肛肠科检查中, 手指检查, 肛门直检不仅是传统而且是极其重要的方法。 通过这种方式, 医生可以实际感知肛门扩约肌的紧张度和弹性。 扩约肌的健康直接影响到患者的排便控制能力。 弱功能受损, 可能导致便秘或失禁等问题。 医生通过处诊可以评估扩约肌是否存在异常松弛或异常紧张。 这些都可能是肛肠疾病如直肠脱垂或慢性便秘的早期迹象。 二、早期病变的直接发现。 通过手指检查, 医生能够触及到直肠内壁及其周围结构。 以此来发现可能的异常, 如肿块或内有等。 这一点对于早期诊断直肠癌极为关键。 因为早期肿瘤通常无症状, 手指检查则可能是首个发现异常的步骤。 早期诊断意味着早期治疗, 这大大提高了治疗成功率。 三、辅助诊断复杂疾病。 肛门指检不仅可以检查物理异常, 还可以辅助诊断其他肛肠问题。 例如,通过指检可以感觉到的疼痛点 可能提示刚烈或是急性内置。 此外,不同的异常触感 可能只是不同类型的组织病变, 从而帮助医生做出更为准确的初步诊断。 四、决定进一步检查的必要性。 手指检查的结果常常决定了 是否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检查, 如结肠镜检查或是CT扫描。 例如,如果医生通过手指检查 发现异常肿块, 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影像学检查 来确认肿块性质和确切位置。 这样的分步骤诊疗流程 有助于避免对患者的过度检查, 同时确保必要时 能够及时进行深入诊断。 患者对手指检查的常见顾虑及解答, 理解与适应。 对手指检查的顾虑, 许多患者对于肛门直检可能感到尴尬或不是, 部分原因是对此过程的不了解或对隐私的高度关注。 一些患者可能担心疼痛或羞耻感, 特别是在初次进行此类检查时。 如何解答和减轻顾虑? 专业性解释。 医生可以在检查前详细解释其必要性和过程, 确保患者明白这是一种常规的医学检查, 有助于早期发现和治疗潜在健康问题。 保障隐私和尊重。 医疗机构应提供尽可能舒适和私密的检查环境, 确保患者的尊严不受侵犯。 疼痛管理向患者保证。 正常情况下手指检查是不会引起严重痛感的。 如果担心疼痛, 可以事先与医生讨论使用润滑剂或局部麻醉剂等方式减轻不适。 心理支持对于极度紧张的患者, 可能需要心理上的支持或是更多的解释和安抚。 医生和护理人员的耐心和理解至关重要。 通过这样全面而详细的解释和准备。 可以帮助患者更好地理解手指检查的重要性, 减少顾虑从而接受这一对他们健康至关重要的检查方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投资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